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讲的羽竹的枝叶 今天我要把枝叶和竹竿整体的安排一下 下面就看一下这副画好的羽竹的账法 这一副画叫羽后 表现羽后竹子在有一些带着羽捶下来之后感觉很茂密 杆子在画的时候比较用弹幕 安排的让它有点紧测 有一点变化 斜的直的 疏密 让它分开 然后有几个笋在后边 这一枝叶子用种墨表现从外边伸进来 垂到画面的下半部 这一枝叶子为主 表现前面 后边有一些是竹竿上分出来的虚的大墨叶子 表现后边 这样前后把层次拉开 整个画面感觉雨后 还有一些湿气潮湿的感觉 像用胎脸来表现 下面我再示范一下 先从竹竹上用弹幕 还是从下往上推 再把一枝画上去 注意两枝安排要有一定变化 再把枝画上 再把枝画上 画枝还是摸摇 突出两边的力量 有时候可以加上一些笋 那就可以从下往上推出去 用笔 笔 顶皮 表皮 用笔 错拍 复生 烧头 划出挺拔的镜头 这位是牌的 这个牌的鸡尾 这位是牌的转移 有所谓的吗 这位是牌的